孙立鹏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索富研究员 5月31日 针对一些国家实体出于非商业目的 对华企业采取封锁、断供和其他歧视性措施的行为 中国商务部宣布将建立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 对被列入清单的外国实体 中国会采取任何必要的法律和行政措施 在全球经济秩序 面临深刻调整与重塑 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民粹主义猖獗 中美经贸关系日趋复杂和紧张的背景下 中方设立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 具有十分重要的四重现实意义 一、回对美国贸易霸凌的现实需要 自2018年3月以来 中美经贸摩擦持续升级 虽然中方从中美关系大局出发 本著最大的诚意与美国展开多轮谈判 但特朗普政府试图赢者通吃 对华贸易霸凌、科技打压 将中美经贸关系推向危险边缘 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不得不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 不断丰富反击工具箱 商务部在清单制度中 划定四条标准红线 对在外国政府怂恿下 相关实体对华企业实施封锁 违背市场规则和契约精神 对中国企业造成实质损害 威胁我们国家安全的行为 采取强硬措施 这意味着 中国维护自身经济利益的规则制度基础 正在加速完善 可以更加有效 对等地反击贸易霸凌 震慑火中取力 落井下石 用心不良的外国实体 中国对美国经济斗争 正从被迫反制向主动应对转变 互加安全的重要之举 正如中国商务部官员所说 建立该清单制度 主要希望能维护包括经济 科技 资讯 资源安全等在内的国家安全 美国对华发动关税战 打压中国科技企业 加强投资审查 严控出口管制 已经不仅仅是为了经济获益 还涵盖了破坏中国在全球产业链的 加工制造和新地位 拖慢中国科技进步 削弱经济竞争力 动摇世界对中国经济信心的战略图谋 这已经对我们诸多国家安全造成严重挑战 因此 推出清单制度十分必要且很及时 中国向世界展示了维护国家经济 产业 科技等领域安全的坚定立场 有信心 有能力保障良好的国内营商环境和经济 有序发展 进一步稳定全球投资者信息和预期 同时 也是对美国滥用清单制度 肆意长臂管辖 危害中国经济安全的有力 对等回击 三 保护微观企业利益的切实措施 伴随中美经贸摩擦愈演愈烈 中国昔日良好的外部经济环境实际恶化 微观企业已经有了切实的压力和感受 有些企业正面临住生死存亡的风险 中国商务部的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 可以有效威慑 归至外国实体的吃饭砸锅行为 据美国国会研究局报告统计 仅2017年 美国在华企业 实现销售收入 就超过了4800亿美元 但不乏某些美国企业 既在华传的盆满钵满 又积极配合美国政府 对中国企业实施长臂管辖 产品封锁和科技打压 这种既想挣中国的钱 又想要中国企业命的吃饭砸锅行为 是绝对不能容忍和允许的 因此 将居心叵测的企业 列入黑名单 可以从源头遏制外国 使铁出于非商业目的 伤害中国企业的行为 切实维护中国微观企业合法权益 与此同时 清单制度与中国对外开放承诺并不相悖 而是相辅相成的 随住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的建立 外企更容易理解中国市场发展的规则与环境 政策清晰透明 也会进一步对外国企业来怀投资提供便利 四 维护多边经贸秩序 亦不容辞的责任 特朗普执政以来 秉持美国优先理念 认定美国国内法大于国际法 肆意发起单边行动 将贸易大棒挥向诸多贸易伙伴 把经济制裁作为了常用极限施压手段 严重践踏国际经贸规则 导致世界经济处于高度不确定之中 关于中美经贸磋商的中方立场白皮书指出 美国贸易霸临行进殃及全球 损害多边贸易体制 严重干扰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 给全球经济复苏带来严禁挑战 给经济全球化趋势 造成重大威胁 因此 中国商务部推出该清单制度 不仅具有维护自身利益的现实需要 更具有坚定维护自由 公正的国际经贸秩序的权育性考虑 体现出了大国责任和全球担当 对现有多边贸易体系提供强有力保护 旗帜鲜明的反对美国全球贸易霸凌行动 为世界再次提供了经济秩序稳定的重要公共产品